中華的雄頭作家 紅森夫 在已經這半年有發表一篇叫做五頭的小說 在說做產人不會土地 讓白不去地面的故事 後來有打作電影 而且對那時候在說的 冬月橋是特別緊急 我們做回來聽看 這是真正的文化 工作室改範作家 紅森夫 198千年發表的第一篇小說 五頭的電影 主角麻醉生的老爸 在日本統治時代 保険太困難的土地 雖然因為時代就著火了 不然意外不會土地換成的故事 不然中間就有很緊急 局長 台灣窮口也會現當初的冬月橋 這次電影為電影調查 風淡到實際協議 頭部用中近兩年的時間完成 邀請國家文化中 就中林 王英如頂郎演出 也出家族和土地情感的故事 這次文化仗主席表示 紅森夫是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每週創作題材都是當年生活改範 也是紀錄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希望透過改範文學作品 用養品 候國客人 進化台灣過去的鄉土故事 今天有事情 中華報得